很多人听到受申债都会觉得很神秘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受申债是什么? 是你受胎下 即是你成为人之后所欠的因债 受申债在经书上是这样讲的 给大家看一个经书 就是这个 一会教大家如何去中太上老君说五斗这张受申经 我们的受申债经书是这样解释的 每个人转世之前 大家都会在阴槽地府借钱 去赔借自己的福慧之粮 福慧之粮就是我们在现在生存里面 向阴槽地府借的 所以每个人出生了之后 先有我们有口饭吃 有衣服穿 有钱洗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们这个叫做福慧 所以人生要去还的第一个阴债 就是我们的受申债